好 各位好 我想今天这期视频呢 再跟大家看一看小米刚刚发布的这个全新的超大背12s ultra 我想呢 称它为是相机手机 因为它内部采用了一颗1英寸的传感器 可以说是开创了手机摄影的一个新时代 还有来卡的合作 所以具体表现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研究一下 好 那么外观呢 从正面看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还是熟悉的双曲面的屏幕啊 中置打孔 那么这台12s ultra呢 最亮眼的地方还是在这个背面的 非常大尺寸 非常夸张的这个摄像头的这个区域 相比于去年11 ultra呢 还要更大一些 我们用游标卡尺来实际测量一下 这台手机的整个长度呢 是163.25毫米左右啊 摄像头这个开口的这个方形区域呢 这个高度呢 就有57.45毫米 那占据了整个背面呢 将近35%的这个面积 所以呢 这也是目前主流的手机当中 后摄区域最大的一款了 那因为内部采用的是超大的1英寸的传感器 所以说是一个摄像头凸起的地方呢 也是稍微更厚一点 那从侧面看呢 有两个台阶 那这个凸起呢 确实是比较明显的了 但是好在呢 这次整个手机内部的配重呢 比较合理 单手握持使用的时候呢 并不会出现头重小轻的这个情况 那看图片呢 你可能会以为啊 这个手机肯定很重 但实际上呢 它的重量是为225克 相比于去年的小米11 Ultra呢 因为背面少了这个屏幕 还有这个背面材质呢 也换成了素皮 这些都可以一定程度的减轻重量 所以说手感呢 确实会比较轻 通过这几天使用来看呢 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小米这次跟莱卡合作呢 哦不对 跟雷总的说法呢 是莱卡找小米合作 这次双方合作呢 在手机背面呢 三款手机呢 都有印莱卡的这个英文的logo 对比来看的话呢 12s 还有这个12s Pro 看上去会更和谐一点 但是这台12s Ultra呢 就感觉怪怪的 既不对称 又不精致 如果说换成莱卡红色的logo呢 放在这个位置看上去应该会更好一些 那大家买到这个手机之后呢 可以考虑买一个红色的logo贴纸呢 给盖上去 那么小米12s Ultra呢 后面采用的是三摄的组合 左侧这颗摄像头呢 是英寸传感器的主摄 用的是小米索尼联合研发的这个IMX989 那么有5000万像素 还有F1.9的这个光纤 那中间这一颗呢 则是48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IMX586的这个传感器 那其次呢 还有一颗浅望式的这个5倍的长焦镜头呢 跟广角镜头相同 都是586啊 4800万像素 那么这个硬件配置呢 可以说是近两年来无敌手了 误说主摄啊 只对比其他两个镜头的参数呢 也是只有上一代的小米11 Ultra能与其媲美 那另外呢 大家仔细观看的话呢 会发现 中间这颗超光角的镜头呢 周围这个金边啊 貌似不是特别的完整 好像被磕碰了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通过罗宾的这个拆机的摄像头模组 我可以看得出来啊 中间这颗镜头呢 四周它是平的 并不是标准的这个正圆 所以说从侧面看起来呢 感觉描边不太完整 并不是瑕疵 那强迫症呢 看起来确实会有点难受啊 不过也不影响使用 忍一忍吧 那么另外这次莱卡定制的水印呢 确实是比较好看的 显得会比较有闭格一些 那现在大家日常拍照分享呢 很多人就会喜欢去加一些效果或者加一些边框 这样显得会有个性一些 但是这个水印呢 只有在默认拍照和专业模式下才会支持 人像模式啊 夜景模式以及其他特殊的模式下呢 都是不能显示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其实也会造成一个小的bug 因为系统对于水印的设置呢 其实只有一个选项 所以如果说你打开莱卡水印的话呢 那么在你拍人像和夜景模式的时候 它就直接不显示水印了 并不会切换到这个机型的水印 那这个对于喜欢拍照加机型水印的朋友来说呢 可能会有点不太方便 因为你可能需要进入的设置呢 频繁修改这个水印的风格 那定制水印上呢 还会直接显示拍照的参数以及镜头的焦段 那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现在很多手机呢 后面都配位很多个镜头 那在你平时拍照的时候 除了默认的这几个焦段 在缩放拍照的时候呢 可能会自动切换到其他焦段来去取景 所以说拍出来的照片 你就很难判断到底是哪颗镜头来拍的 那小米的这一次莱卡定制的水印上显示的逻辑就是 用哪颗镜头取景显示的就是哪颗镜头的这个焦段 比如说你用一倍拍照的时候呢 显示就是23毫米 用两倍拍照的时候显示还是23毫米 那用五倍长焦拍照的时候呢 显示就是120毫米了 那三日倍拍照的时候呢 还是120毫米 那如果说是晚上拍照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呢 五倍的焦段就会自动切换到这个主摄裁切 那水印上呢 也会直接显示23毫米的这样一个水印 所以那就可以很好的判断这个取景所用的这个镜头了 但是呢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 这样的显示呢 也是有点不太合理的 因为会出现拍照的这个焦段和显示的参数不匹配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照片明明是50毫米的这个焦段的效果 但是你水印上却显示23毫米 这肯定是不对称的 对吧 那可能就会给观看者呢 造成一定的困扰 所以说大家觉得呢 这个定制水印是应该显示真实的焦段 还是显示某个镜头取景的这个默认焦段呢 可以在评论区来分享一下 那么关于实际的拍照对比呢 我们直接拿上一代的这个超大杯小米11Ultron的来作为对比的对象了 那小米11Ultron用的是三星的GN2 1.12分之英寸的传感器也是超大比的 那小米12SUltron的拍照的风格 我们选择的是莱卡生动 那特别说明一下 这几天深圳的一直在刮台风 要么是下雨 要么是阴天 空气当中呢 有很多雾气啊 可能会影响两台手机的这个拍照的发挥 所以呢 这次的拍照对比呢 仅供参考 那在多个场景下对比下来呢 两台手机的拍照的差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 基本都是调色风格的这个区别 那解析力啊 宽容度呢 几乎是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差别的 那这也可能是因为去年的这个小米11Ultron呢 已经经过了一年的这个不断的调教 已经是非常稳定 非常成熟了 那今年刚刚发布的这个小米12SUltron呢 刚上来呢 相信后期呢还会有更好的优化 但是就目前的这个表现来看呢 已经很强了 如果说一定要吹毛球刺来找细节的话呢 在某一些场景下放大仔细看的话 小米11Ultron的这个成片呢 锐化的痕迹会比较明显一些 而12SUltron呢就没有那么浓的这个锐化了 看起来会有点肉 但是呢 这个是根据我们原片极限放大看的情况下 在通过视频压缩以后啊 估计大家也很难看得出来差别了 然后再来看一看这组样片 画面中的明暗对比呢比较明显啊 这时候呢 小米12SUltron的优势呢 就发挥出来了一些 那前景呢 木质的这个屋顶的这个细节呢 很丰富 小米11Ultron的涂抹的痕迹呢 会比较明显一些 还有远处的这个主组的细节 小米12SUltron呢也会有更好的这个保留 那另外一组呢 也是同样的情况 即便是不放大的情况下呢 仔细看小米12SUltron的这个动传范围呢 也稍微更好一些 暗部细节呢也会更多 那输业部分呢也是会更清楚一些 那所以说拍照的光线条件越差 这个区别的会越明显 然后在阴天的对比呢 这组样张啊 比前两组呢要更夸张一些 虽然解析力方面 两者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距 但是小米11Ultron的样张 底部这个栏杆的部分呢 已经全部黑掉了 细节很少 那小米12SUltron呢会更好一些 那白天拍照确实很难拉开特别大的差别 到了晚上那就是12SUltron的这个主场了 比如说这组照片啊 小米12SUltron呢 不仅高光部分的控制非常好 那大楼部分的这个暗部的细节呢 也有很明显的这个呈现 那还有这组照片啊 这家店铺的招牌呢 它是红紫 但是里面呢 灯光呢是那种比较冷的这个白色 那我们来看小米12SUltron的这个样片呢 还原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那这组样片呢也基本是一致的 在暖光的照射下呢 旁边桌子的这个小孩的皮肤呢 看起来会比较暖 那小米12SUltron呢 有比较好的还原 肤色看起来是比较正常的 那么小米11Ultron呢 为了保证亮度 那整个照片呢会有一些发白 所以皮肤表现呢 就没有小米12SUltron那么好看 那通过多组样片对比来看的话呢 这个结论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在夜景的样张当中 小米12SUltron不仅有着 非常出色的动态范围 还有优秀的这个高光压制 那对于实景当中的这个色彩还原呢 也是非常的准确 那么另外在5倍长焦和超广角部分呢 没有什么可说的 面对今年的移动机型呢 可以说是暴打 那大家可以看看 这是5倍长焦拍摄的照片 我不告诉你的话呢 大部分可能都以为 这是主摄拍摄的样张 素质呢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另外呢 这次采用的1寸的传卡器 也导致拍照的时候呢 最近对焦距离呢 会稍微比较远一点 那我们用专业模式 手动把对焦呢 调整到最近的距离来测试 主摄的这个最近对焦距离呢 是14厘米左右 那去年的小米11Ultron差不多是10厘米左右 所以会比去年 稍微更远了那么几厘米 那在拍摄一些比较近的物体的时候呢 会自动切换到这个超广角镜头来取景 所以说日常拍摄呢 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另外在散热方面呢 这次也有升级 采用了全新的夜迈冷泵散热系统 相比于传统的 一块均热板的这个散热呢 新的散热系统在内部呢 有一道道的这个液体回流管道 利用毛细的现象呢 进一步来提高散热的这个循环 那实际的表现呢 还是来看一看YLab的实测成绩啊 首先王者荣耀呢 对它来说根本是没有压力的 90帧和120帧呢 都可以稳定的跑满 那背面的最高温度呢 也只有35.7度 那合并级60帧和90帧的模式呢 15分钟测试下来 也都是可以几乎跑满的一个状态 也非常的流畅 那背面的温度呢 也只有39.3度 看来这两个游戏测试呢 相比于12S Pro的这个温度控制呢 还要更好一些 然后呢再加弹难度 直接上原神 把画质全部拉满 再加60帧的模式 跑30分钟 这次呢 平均的能力是58.87帧 那也是非常的稳定了 背面的最高温度呢 因为测试的时间比较长 30分钟的测试的 最高温度是43.7度 那整个游戏过程呢 也没有太多的波动 那新的30系统 再加骁龙8 Plus啊 让小米12S Ultra 这次游戏的表现呢 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在电池方面呢 这次也是小米12S的一大升级点呢 它采用的是第二代的 硅阳负极材料 那么这种材料呢 能量密度会更高一些 在同等的体积下 可以做到更大的容量 那所以说小米12S Ultra 内部已经塞进了 这么大的这个相机模组以后啊 依旧还是装了一块 4860毫安时的这个 单电芯的电池 那这搭配全新的这个 自研的第一电池管理芯片呢 可以更加精准的检测 电池的这个放电负荷 那延长这个续航的时间 那同时呢对于电池呢 可用时间的预估呢 也会更加准确一些 但是呢这个能量密度 跟充电的倍率呢 是不可兼得的 那为了搭电池 只好就牺牲了快充了 那所以说这次 小米12S和12S Pro 用的都是120瓦的快充 而小米12S Ultra呢 却只有67瓦 这算是一个 唯一比较可惜的地方了 好那通过几天用下来呢 这次小米12S Ultra的相机表现 确实是很不错的 相比于去年 小米11Ultra 刚刚发布的时候的这个状态 这次确实是比较稳定的 那无论是硬件 还是软件算法 都是目前为止 表现极为出色的 安卓旗舰机 那也绝对对得起 众多米粉们的 这个苦苦等待了 那相信在之后的 软件更新当中呢 还会有更好的这个表现 那顶级的硬件配置 再加出色的软件调校 让小米12S Ultra呢 很有可能会成为 2022年真正意义上的水桶机 那起码呢 对于我个人来说 这个配置呢 确实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不过呢 也难免会有网友吐槽 说这个充电的功率比较低 或者是背面的摄像头的 设计比较大 但是呢 瞎不掩语 如果说 你一直在等待一款 小米真正的意义上的 这个顶级旗舰的话呢 那应该就是它了 那大家感觉如何 也欢迎留言分享 那我是小信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